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知道可能有人会从那儿看我 因此我走开了 进了果园 庭院里没有比这更隐蔽 更像伊甸园的角落了 这里树木繁茅 花儿盛开 一边有高墙同院子隔开 另一边一条长满山茅举的路 像屏障一般 把它和草坪分开 底下是一道矮林 是它与孤寂的田野唯一的分界 一条蜿蜒的小径通向梨巴 路边长着月桂树 路的尽头是一棵巨大无比的七叶树 树底下围着一排座位 你可以在这儿漫步而不被人看到 在这种玉露徐降 悄无声息 夜色渐浓的时刻 我觉得仿佛会永远在这样的阴影里执着 但这时我被出生的月亮 投向园中高处开阔地的光芒所吸引 穿过花圃和果园 我却停住了脚步 不是因为听到或者是看到了什么 而是因为再一次闻到了一种我所警觉的香味 多花蔷薇 老人蒿 茉莉花 石竹花和玫瑰花 早就在奉献着他们的晚香 刚刚飘过来的气味既不是来自灌木 也不是来自花朵的 但我很熟悉它 它来自路切斯德先生的学家 我举目四顾 侧耳静听 我看到树上沉甸甸垂着即将成熟的果子 听到一只夜鹰在半英里外的林子里 明转 我看不见移动的身影 听不到走近的脚步声 但是那香气却越来越浓了 我得赶紧走掉 我往通向灌木林的边门走去 却看见路切斯德先生正跨进门来 我往旁边一闪 躲进了长满长春藤的幽深之处 它不会久待的 很快就会顺原路返回 只要我坐着不动 它就绝不会看见我 可是 我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博木对路切斯德先生来说也像对我一样可爱 古老的园子也一样的诱人 他继续往前踱步 一会儿拎起醋粒树枝 一会儿看看梅子般大压着枝头的果子 一会儿从墙上踩下了一颗熟了的樱桃 一会儿又向着一簇花弯下了身子 不是闻一闻香味 就是欣赏花瓣上的露珠 一只大飞蛾嗡嗡地从我身边飞过 落在了路切斯德先生脚边的花枝上 他看见了便俯下身去打量 现在他背对着我 而且全神贯注 也许要是我脚步倾斜 我可以人不知鬼不觉地溜走 我踩在路边的草皮上 碾得沙石鹿的咔嚓声 把自己给暴露 他站在离我必经之地一两码的花坛中间 显然飞蛾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我会顺利通过的 月亮还没有升得很高 在园子里投下了路切斯德先生长长的身影 我正要跨过这影子 他却头也不回地低声说 金 来看看这家伙 我不曾发出声响 他的背后也不长眼睛 难道他的影子会有感觉吗 我先是吓了一跳 随后便朝他走去 金 瞧瞧他的翅膀 他使我想起了一只西印度的昆虫 在英国 不常见到这么大又艳丽的夜游虫 瞧 他飞走了 飞蛾飘忽着飞走了 我也局促不安地退去 可是路切斯德先生跟着我 到了边门 他说 回来 金 这么可爱的夜晚 坐在屋子里多可惜呀 在日落与月初相逢的时刻 肯定是没有谁愿意去睡觉的 我有一个缺陷 那就是尽管我口齿伶俐 对答如流 但是需要寻找借口的时候 我往往一筹莫展 因此某些关键时刻 需要随口一句话 或者站得住脚的顿瓷来摆脱痛苦的窘境时 我便常常会出差错 我不愿意在这个时候 单独同路切斯德先生 漫步在阴影笼罩的果园里 但是 我又找不出另一个脱身的理由 我慢吞吞地跟在后面 一面再拼命开动脑筋 设法摆脱 可是路切斯德先生显得那么镇静 那么严肃 使我反而为自己的慌乱 而感到羞愧了 如果说心中有鬼 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 那只能说 是我有鬼 路切斯德先生的心里 十分平静 而且全然不绝 君 夏天 桑菲尔德是个可爱的地方 是吗 路切斯德先生又开枪了 此时我们正走进 长满月柜的小镜 缓不夺向爱离吧 和七夜说 是的 先生 你一定有些依恋 森菲尔德福了 你有欣赏自然美的眼力 而且很有依恋之情 说实在的 我是依恋这个地方 而且尽管我不理解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但我觉察出来了 你已经开始关切 而呆了这个小傻瓜 甚至还有朴实的老妇 菲尔法克斯太太 是的 先生 尽管性质不同 但是我对他们两个人都有感情 儿童他们分手 你会感到难过的 是啊 嗯 那就可惜了 世界上的事情总是这样 你刚刚在一个愉快的栖身之处安顿下来 另一个声音便叫你马上赶路 因为已经过了休息的时辰 我得往前赶路吗 先生 我得离开桑菲尔的吗 我想你得走了 Jane 很抱歉 但我的确认为你应该走了 这是一个打击 但是我绝不能让他击倒我 行啊 先生 要是我走的命令一下 我就走 现在命令来了 我今晚就得下这个命令 那您要结婚了 先生 确实如此 对极了 凭你一怪的鸡鸣 你已经一语重地 很快了吗 先生 是的 很快 L小姐 你还记得吧 我第一次有意把自己老单身汉的脖子套上神圣的枷锁 进入圣洁的婚姻状态 把英格拉姆小姐搂入我的怀抱 是啊 就像我刚才说的 Jane 你没有回头去看一看还有没有飞蛾吧 那不过是个瓢虫 正飞回家去 我想提醒你一下 正是你以我所敬佩的审慎 那种适合你责任重大 却并不独立的职业的远见 精明和谦卑首先向我提出 万一我娶了英格拉姆小姐 你和小阿德勒两个人 还是立刻就走好 我并不计较这一建议所隐含的对我意中人 人格上的侮辱 说实在的 一旦你们走得远远的 Jane 我会努力把它忘掉 我所注意到的 只是其中的智慧 那么高明 我已经把它奉为行动的准则 小阿德勒必须上学 艾尔小姐 你得找一个新的工作 我想说 是的 先生 我会马上去打广告 而且同时我想 我想我可以待在这里 直到我找到另一个安身之处 但是 我打住了 觉得不能冒险说一个长句子 因为我的嗓门已经难以自制了 Legis的先生继续说 我希望大约一个月以后成为新郎 在这段时间里 我会亲自为你留意 找一个工作和落脚的地方 那谢谢你的先生 对不起 给你 哦 你不必道歉了 我认为一个下人 把工作做得跟你一样出色的时候 他就有权要求雇主 给予一点容易半道的小小帮助 其实我从未来的岳母那儿 听到了一个适合你去的地方 就是埃尔兰康诺特的苦果村 叫迪奥尼修斯 奥杰尔太太的五个女儿 我想你会喜欢埃尔兰的 他们说 那里的人都很热心 埃尔兰离这远着呢 先生 没有关系的 像你这样一个通情达理的姑娘 是不会反对航程或距离的 不是航程 而是距离 还有大海是一大障碍 离开什么地方 Jim 离开英格兰和桑菲尔的 还有 怎么 离开你 先生 我几乎不知不觉中 说了这话 眼泪不由自主地夺狂而出 但我没有哭出声来 我也避免抽情 一想起奥杰尔太太和苦果村 我的心就凉了半截 一想起 在我与此刻同我并肩而行的主人之间注定要翻腾着大海和波涛 我的心就更凉了 而一记起 在我同我自然和必然所爱的东西之间横跟着财富 阶层和习俗和习俗的辽阔海洋 我的心凉透了 我又说了一句 离着很远 嗯 确实如此 等你到了埃尔兰康纳特的苦果村 我就永远见不到你了 肯定就是这么回事 我从来不去埃尔兰 因为自己并不太喜欢这个国家 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 Jane 你说是不是 是的 先生 朋友在离别的前夕 往往喜欢亲密无间地度过雨下的不多时光 来 星星们在那边天上闪烁着光芒时 我们用上半个小时左右 平静地谈谈 行程和离别 这是一棵七叶树 这边是围着老树根的凳子 来吧 今天晚上我们就安安心心地坐在这 虽然我们今后注定再也不会坐在一起了 洛奇斯的先生让我坐下 然后他自己也坐了下来 这儿离埃尔兰很远 Jane 很抱歉 把我的小朋友送上这么令人厌倦的旅程 真的很抱歉 但是没有更好的主意 那该怎么办呢 Jane 你认为你我之间有相近之处吗 我没有回答 因为我不敢回答 我的内心此刻非常的激动 因为有的时候我对你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尤其是当你像现在这样靠近我的时候 仿佛我左面的肋骨有一根弦 跟你小小的身躯同一个部位相似的弦 紧紧地维系着 难分难设 如果咆哮的海峡和二百英里左右的陆地 把我们永远分开 恐怕这根情感交流的弦会折断 于是我不安地想到 我的内心会流血 至于你嘛 你会忘掉我的 那我永远不会 先生 你知道 Jane 听见夜鹰在林中唱歌了吗 听啊 我听着听着 便抽抽叶叶地哭了起来 我再也抑制不住强忍的感情 不得不任期流露了 我痛苦万分地浑身站立着 到了终于开口的时候 我便只能表达一个冲动的愿望 但愿自己从来没有生下来 从没有到过 Saint-Field Jane 你因为要离开而感到难过吗 悲与爱 在我内心所煽起的强烈情绪 正占着上风 并竭力要支配一切 压倒一切 战胜一切 要求生存 扩展 和最终主宰一切 不错 我还是要求 吐露出来 离开Saint-Field 我很伤心 我爱Saint-Field 我爱她 是因为我在这里过着充实而愉快的生活 至少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 我没有遭人践踏 也没有弄得古板僵化 没有混迹于志向地下的人之中 也没有被排斥在同光明 健康 高少的心灵交往的一切之外 我已面对面 同我所尊敬的人 同我所喜欢的人 同一个独特 活跃 博大的心灵交谈过 我已经熟悉你了 露切斯的先生 硬要让我同你永远分盖 使我感到 恐惧和痛苦 我看到非分别不可 就像看到 非死不可一样 你在哪儿看到的呢 哪儿 先生 已经把这种必要性摆在我面前了 什么样的必要性呢 就是 英格拉姆小姐的模样 一个高尚而漂亮的女人 你的新娘 我的新娘 什么新娘 我没有新娘 但是 你会有的 是的 我会 我会有的 那 我得走了 你自己说过 我得走了 不 你非留下不可 我发誓 我要信守弄言 我告诉你 我非走不可 我反驳着 感情有些冲动 你难道以为 我会留下来甘愿做一个对你来说无足轻重的人 你以为我是一架机器吗 一架没有感情的机器 能够容忍别人 把一口面包从我嘴里抢走 把一滴生命之水 从我杯子里泼掉 难道就因为我一贫如洗 默默无闻 长相平庸 个子瘦小 我就没有灵魂 没有心肠了吗 你不是想错了吧 我的心灵跟你一样的丰富 我的心胸也跟你一样的充实 要是上帝赐予我一点姿色和充足的财富 我会使你跟我现在一样感到难舍难分 我不是根据习俗 常规 甚至也不是用我的血肉之躯 在同你说话 而是我的灵魂 在同你的灵魂对话 就仿佛我们两个人穿过坟墓 站在上帝脚下 彼此平等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如此平等的 本来就如此 所以 罗芝斯的先生重复着 他补充着 一面用胳膊把我抱住 搂到怀里 把嘴唇 踢到我的嘴唇上 所以是这样 结 是啊 所以是这样 先生 可是并没有这样 因为你已经结了婚 或者说 无意义结了婚 跟一个远不如你的人结婚 一个跟你并不义气相投的人 我才不相信你真的会爱他 因为我看到过 也听到过你讥笑他 对这样的结合 我会表示不屑的 所以 我比你强 你让我走吧 上哪儿 你真的要去爱尔兰 是的 我要去爱尔兰 我已经把心里的话都说了 现在上哪儿都无所谓 金 你平静些 别那么挣扎着 像一只发疯的鸟 想拼命撕掉自己身上的羽毛 我不是鸟 我也没有陷入罗瓦 我是一个具有独立意志的自由人 现在我要行使自己的自由意志 我要离开你 我一再挣扎着脱了身 在他跟前昂首而立 金 你的意志可以决定你的命运 我把我的手 我的心 和我的一份财产 都献给你 先生 你在上演一出闹剧 对这样的事情 我不过一笑置之 金 我请求你在我身边度过余生 成为我的另一半 世界上最好的伴侣 哦 先生 那种命运 你已经做出了选择 你就应该坚持到底的 金 请你平静一会儿 你现在太激动了 我也会平静下来的 一阵风吹过月跪小镜 穿过摇曳着的七叶树枝 飘走了 到了天涯海角 消失了 夜鹰的歌喉 成了这时唯一的声响 听着它 我再次哭了起来 Locheste先生静静地坐着 和蔼而严肃地瞧着我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开口 最后他说 到我身边来 金 让我们解释一下 相互谅解吧 我再也不会回到你身边了 我已经被拉走 不可能回头了 不 金 我召唤你过来 做我的妻子 我要娶的是你 我没有吭声 心里响 他在击笑我 过了 金 过了 到这边来 不 你的新娘阻挡着我们 他站了起来 一个箭步站到了我面前 再次把我往身边拉 我的新娘在这儿 因为与我相配的人在这儿 和我相像的人在这儿 金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仍然没有回答 仍然要挣脱她 因为我仍然不相信她的话 你怀疑我们金 是 我绝对怀疑你 你不相信我 是 一点都不相信 你看我像个爱说谎的人吗 你真是个疑神疑鬼的小东西 我一定要让你信你 我同英格拉姆小姐 有什么爱可言 我们没有 你是知道的 她对我有什么爱 没有 我已经想方设法来证实了 我放出了谣言 传到她耳朵里 我说 我的财产还补到她想象中的三分之一 然后我现身说法 亲自去看结果 她和她的母亲对我都非常的冷淡 我不愿意 也不可能娶英格拉姆小姐 你 真是个古怪的 近乎精灵的家伙 我像爱我自己的身体一样 爱你 你虽然一贫如洗 默默无闻 个子瘦小 相貌平庸 但是 我请求 你把我 当作你的丈夫 什么 我 我猛地叫出声来 出于她的认真 尤其是粗鲁的言行 我开始相信她的诚意了 我 我这个人 除了你 世界上没有一个朋友 如果你算是我朋友的话 除了你给我的钱 我一个字而已没有 那就是你呀 Gin 我得让你属于我 完全属于我 你肯吗 快点对我说 好 快说呀 Legis的先生 让我瞧瞧你的脸 站到朝月光的那边去 为什么 因为我要仔细看你的面容 你能看到的 无非是丝皱了的一页 往下看吧 只不过要快一些 因为我不好受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 长篇小说 简爱 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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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